女孩带着喜欢的男孩来家里做客 由于父母都是聋哑人 他们用手语来表示欢迎 然而尴尬的一幕出现了 开放的老爸在比划着不可描述的事 给女孩和男孩进行成人教育 让他们注意安全 女孩看懂后 恨不得直接找个地方钻进去 女孩赶紧支开男孩 并向父母表示他们太坏了 让女孩头大的事还在后面 第二天去上学 学校内都传遍了女孩父母比划手语的事 除了男孩还有谁会说出去这事 女孩感到恼羞成怒 对男孩立刻下头 并痛骂他一顿 男孩却认为自己没有恶意 并没有嘲笑他的意思 但女孩哪里听得进去 她的敏感与自卑被激发出来了 作为整个聋哑人家庭里 唯一一个拥有正常听力的孩子 她不仅要完成学业 还要在家人捕鱼时当手语翻译 以便在做生意时顺利沟通 因此她的身上常常散发着鱼腥味 而且经常上课迟到 因睡眠不足在课上睡觉 这些都会引来同学的指指点点 这边的课程刚结束 女孩又要去帮家人翻译 当地的渔民们被召集起来 上头的人开始压榨渔民 要求他们上交一笔费用 对于本就收益微薄的渔民来说 这笔钱会让他们不赚反馈 而且根本没有实际作用 女孩的老爸起身反抗 他十分硬气地表明这是不公平的 女孩在一旁呆愣住了 就在这时 女孩的哥哥也加入唇枪舌战 老爸的士气高涨 二人慷慨激昂地一通输出 还声称要自产自销 带着大家赚大钱 渔民们听了都大为震惊 毕竟这可不是一场小买卖 女孩翻译着老爸和哥哥的意思 也感觉大事不妙 一回家 老妈知道后更是无语 让他俩自己听听这项人话吗 多大年纪了还不知天高地厚 没有人手又没有实体垫的他们 究竟要如何白手起家卖鱼 不过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女孩一家还是决定先试试再说 于是天还没亮 女孩就要承担起闹钟的功能 叫醒父子俩 三人一起出海捕鱼 女孩的事情多到恨不得分身 老师也发现他迟到的频率越来越高了 不过女孩的音色很美妙 让老师为他网开一面 并约定好如果再迟到 就不能让他成为特领了 但是女孩参加合唱团的初衷 也并非是自信唱歌好听 是因为知道他喜欢的男孩在合唱团 所以女孩才决定加入 羞涩又内敛的他 不希望引起别人的关注 在第一次被老师要求 在大家面前唱歌时 女孩的社交恐惧症发作 她抬头看到同学们议论纷纷 以为他们在嘲笑她的胆小 她感到压力倍增 终于在众怒睽睽之下落荒出头 女孩总会在失落时来到这个秘密基地 在独属于她的小湖泊旁边 她才会放声歌唱 然而她动听的嗓音没人欣赏 她也难以跨过胆气的门槛 女孩回到课堂 和老师讲清楚了自己逃离的原因 老师看出了女孩的不自信与小心翼 于是鼓励她 给予她自信 就像文明世界的鲍博迪伦那样 她没有迷人的嗓音 却征服了很多乐迷 因为她在勇敢地表达自我 女孩听到这番醍醐灌顶的话 受伤的内心得到了安抚 她开始渐渐尝试敞开心扉 让自己真正拥抱音乐 老师甚至会叫来她喜欢的男孩 二人一起练习声乐 他们的关系也渐渐熟弱起来 老师看到了女孩的天赋与进步 为她指明了一条道路 让她去考专业的音乐学院 不要埋没了自己的才华 但女孩表示家里 没有很好的条件支持她 老师提出为她开课 用奖学金来当学费的条件 女孩也动了念头 但没有把这件事和家人说 只是会积极去上老师的课 在音乐课上 老师试图让女孩释放自我 不仅教她学狗叫猫叫 还伸出双手与她击掌 如果能够发出最难听的声音 那么女孩就算达成任务 刚开始女孩略显羞涩 随着老师的带动 女孩越来越敢唱出声音来 那些堆积在心底的委屈与不满 被喜欢的男生带头宣传糗事 被父母留下来帮忙翻译手语 种种事情都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她选择好好宣泄出来 不知不觉就唱出了感觉 但好景不长 女孩的时间实在太紧张了 她在捕鱼和上课之间力不从心 因为家里的父子俩太会搞事了 他们的卖鱼生意越做越大 甚至引来当地电视台的采访 女孩当然要出面当手语翻译 为一家人的生意保驾护航 但她翻译得越来越不走心 时常惦记着上课的事 老妈甚至会在她将要上课时 极力挽留她帮忙 不出意外 女孩让老师失望了 老师认为再这样下去 她将竹篮打水一场空 要做就只做好一件事 抉择的关键时刻到了 女孩含着泪和家人倾诉烦恼 她用手语描绘着自己的梦想 她希望考博科利音乐学院 父母的态度是反对的 首先是因为这个学校和家相聚甚远 人生地不熟的 如果遇到坏人怎么办 其次是家里卖鱼卖得好好的 不能让女孩就这样一走了之 不然谁来当贴身翻译 女孩知道家人需要她 她也理解家人的私心 但是她还在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愿望 如果一直跟着家人卖鱼 自己的未来就无法和音乐共存了 那将是极大的遗憾 唯有唱歌 能让她的灵魂自由 但家人仍然无法给她一个肯定的答案 女孩感到自己看不到未来的路 十分憋屈 她在房间中大声叫喊 即使叫得再大声 这栋房子里也不会有人听到 女孩需要有人陪她散心 男孩刚好来道歉 于是二人和好 一起去往秘密基地 来到清澈见底的小湖泊 女孩在这边与男孩嬉戏 另一边老爸和哥哥却被逮捕了 因为违反了捕鱼的相关规定 他们不得不及召回女孩 女孩顶着乱糟糟的头发回来翻译 当得知自己需要缴纳一笔巨额赔偿 还需要一个时常陪在身边的翻译官 否则他们的船就会被没收 老爸的神色大变 一家子都被乌云笼罩着 女孩面对父母的指责 选择了妥协 也许女孩就是家里的顶梁柱 不过哥哥却有不同的态度 哥哥认为他才是那个应该承担起重任的人 不能让本应该去上大学的妹妹牺牲 哥哥既责怪自己的无能 又对妹妹感到抱歉 事情的转机发生了 这天晚上 老妈向女孩展示一条美丽的红裙 作为道歉的礼物 并终于敞开心扉 对于无法听到声音的他们来说 在动听的声音也是一片空白 因此 他们很难理解 女孩对音乐的热爱与追求 老妈甚至说起自己生下她时 得知她拥有正常的听力而担心 因为这意味着 他们无法很好的沟通与理解 不过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 女孩穿着老妈送的红裙 来到学校所开展的音乐晚会上 在舞台上 女孩和合唱团的同学们融合得很好 但她的落落大方显得格外突出 这不仅因为她的肢体动作流畅自然 更在于她完全释放本真的嗓音 这样的表演让观众们深受感染 有的感动的流泪 有的露出欣慰的微笑 大家情不自禁地一起打着节拍 女孩的父母看到大家都起立鼓掌 虽然不明所以 但还是由衷地为女孩骄傲 一起鼓起了掌 异曲完毕 老爸找到女孩 希望他再唱一遍刚刚的歌曲 当老爸将手放在女孩的搏梗上 感受那份律动 女孩唱得更加投入了 老爸闭上双眼 也感受到一股不同寻常的力量在穿透她 那样的悸动是催人泪下的 父女俩心灵的桥梁搭建起来 老爸也终于明白女孩的梦想 她的确值得更广阔的天地 而不是被禁锢在渔船上当手语反应 于是他们一家踏上了去音乐学院的路 不过正规的考试不允许家人进入 女孩孤身一人在舞台上 这与在学校的音乐晚会不同 没有了父母在台下注视自己 女孩退缩回自闭的自己 老师感受到她不在状态 因此故意弹错了钢琴 好让评委老师再给女孩一个机会 就在此刻 女孩的家人悄悄来到了观众席的二楼 女孩健壮 心中安稳了不少 她甚至开始用手语比划 让家人知道她在唱什么 这首歌曲正是传达了爱的主题 女孩的表演 让评委老师也感受到了温暖 就这样 女孩顺利地考取了伯克利音乐学院 在离开的那天 阳光灿烂 女孩回过头奔跑向家人 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女孩将这份爱揣在心底 和梦想一起出发 女孩的家庭就像是一个缩影 折射了聋哑人家庭艰难生存的状况 他们的沟通不便带来了很多麻烦 女孩因此也牺牲很多 但她仍然无法真正地融入家庭 只因为她是个正常人 在追求音乐梦想的道路上 女孩始终需要得到 家人的理解与支持 才能够拥有持续前进的力量 爱不应该是困在原地的借口 爱应该是聆听后的宽容与支持 正因如此 他们最终才能听到彼此的心灵